小朋友们,你们好,今天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又到了,你们准备好了吗? 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? 对,这是猫头鹰。 你们有见过猫头鹰吗?有在哪里见过猫头鹰? 那你们知道猫头鹰有怎么样的生活习性呢? 比如说,猫头鹰是白天出来活动,还是晚上出来活动呢? 那我们今天就来读一本书来学习一下,这本书叫做《晚安猫头鹰》,作者文、图、美国、佩特、哈群斯,翻译于智莹。 猫头鹰想睡觉了。 蜜蜂嗡嗡飞,嗡嗡嗡,嗡嗡嗡,嗡嗡嗡,嗡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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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鹰好想睡觉呀。 蜜蜂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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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� 我们猜一猜,接下来会是哪个小动物呢? 猫头鹰好想睡觉呀! 枝羹鸟高声唱,花扑花扑,猫头鹰好想睡觉呀! 麻雀爱吵闹,嘅嘅喳喳,嘅嘅喳,猫头鹰好想睡觉呀! 鸽子总唠叨,咕咕咕,咕咕咕! 猫头鹰好想睡觉呀! 蜜蜂嗡嗡飞,嗡嗡嗡,嗡嗡嗡! 松鼠啃坚果,咳嗤咳嗤! 乌鸦娃娃叫,娃娃! 折木鸟着树洞,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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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,嘟嘟嘟嘟! 松鸭大声叫嘎嘎 不咕鸟声声唤 不咕不咕 枝羹鸟高声吵 哗哗哗哗 麻雀爱吵闹 鸡鸡喳喳 鸡鸡喳 鸽子总唠叨 咕咕咕咕咕咕咕 猫头鹰被吵得睡不着 天黑了 月亮升起来了 四周安安静静的 没有一点声音了 猫头鹰大叫起来 哗哗哗哗 把所有的动物都吵醒了 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 那你们学习到了吗 猫头鹰是晚上出来 还是白天出来活动呢 那你们想一想 猫头鹰为什么会晚上出来活动呢 今天故事会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